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纪念某项事情 或者是某个人或者是某次活动 那么同时呢 节日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大家 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交流感情 或者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 或者是庆祝生活的一次盛典了 但是在全世界竟然有这十个奇葩节日 大家庆祝的方式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十大最奇葩的节日 其中美国是占最多的 这些节日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哦 而且说到这个尺度 果然还是日本赢了 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top 10 list 首先我们来看top 10 排在第十的 就在美国纽约 有一个节日叫做美人鱼节 每年六月六月底 美人鱼大游行的时候 人们会精心装扮成美人鱼 水怪海神或者是水手等等各种形象 走上康尼岛的冲浪大道 然后他们就尽情展示自己的创意和热情 大部分呢还是女性的cosplay 但是也有不少的男性会扮成美人鱼哦 当然啦 这个如果是男性的话呢 画面感确实会有点强呢 参赛的人呢 还可以在一个大型的游泳池里面 比赛美人鱼游泳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的尾巴可谓是赤巨资打造 在游泳的时候 甚至可会闪闪发光的鱼鳞 可以给他们继续增加无限的美丽 接下来我们来看Top 9 排在第九的是英国伦敦 有一个枕头大战 说到枕头大战 可能大家都不陌生了 那么枕头大战是在欧美 非常流行的一项活动 其实呢枕头大战最开始创立的目的 是为了让都市里的人们 不要每天坐在电视机或者是刷手机 而是鼓励大家走到城市中央来 和其他人做一次愉快的接触 到现在枕头大战呢 已经成为了都市人解压力气 那么在紧张的生活节奏当中 参加枕头大战 无疑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有趣的发泄方式 不仅仅是这个节日期间 这个在伦敦呢 有一个这样的节日 那现在很多学校 很多社团 或者是很多的组织 都会定期的举办枕头大战 大家玩的可以说是不亦乐乎 但是如果你有鼻炎的话 就不要参加咯 接下来我们来看Top 8 排在第八的是远在印度的狐狸节 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彩色节 这个Holy狐狸节 是印度在新年期间的传统节日 那么这个时间呢 是在印度的传统新年 也就是印度历的十二月满月之日 是印度最古老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了 在Holy这个festival期间呢 庆祝活动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最大的特色就是人们 会互相投掷 裁粉表示祝福 撒红节的称呼呢 也是由此而来了 虽然是印度的传统节日 但是除了印度以外 像尼泊尔 孟加拉 巴基斯坦等等国家 都会有不同规模的狐狸庆祝活动 现在的Color Run呢 其实也是从狐狸节衍生而来的呢 这个冷知识你学会了吗 排在第七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布尔哥斯跳音节 哇 这个跳音节可真的是太吓人了 因为它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男人要从婴儿的身上跳过去 简直是太可怕了 要是你 你敢吗 但是西班牙人他们就敢 他们会在供桌的面前 在地上铺几条毯子 小被子 然后把那一年刚出生的婴儿 放在被褥的上面 躺在村里的一条主干道上 成年的男子穿着极型怪状的服装 戴上面具 装扮成鬼的样子 然后他们要从婴儿的身上跳过 挥着鞭子来净化婴儿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除去 婴儿和小镇上的恶灵 哎呀 这种传统的思想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真的会有人敢把婴儿放在地上 让人家跳吗 不过呢 可能确实这些所谓的半成鬼的男人 应该也是训练有素的咯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名的是 也是来自西班牙的番茄大战节 哎呀 这个节日呢 可能这个洁癖症患者就要靠边站了 每年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 被从市中心吹着喇叭招摇过市 领头的更是将喇叭撬到了天上 这个时候一伙年轻人突发奇想 随手抓起了西红柿 向那喇叭桶里面扔 并且互相比试 看谁能把西红柿扔进去 这竟然是番茄大战的由来 不过看起来这个架势 这个番茄大战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浪费粮食 浪费番茄了呢 排在第五的是 又是美国的一个节日 这在美国著名的罗斯威尔 有UFO节 这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节日 在这一天呢 所有的都和外星人有关 比如说外星人展览啊 外星人赛跑 还有外星人大游行 在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外星人在大街上游荡 很多都是外星人 哇 你会想说 哎 我们这个小城市 怎么进来了这么多外星人呢 这个时候你要淡定 因为它可能是你隔壁的领居而语 据说呢 1947年的7月 有一只不明的飞行物UFO 在美国的西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 48公里外坠落 直到今天 这个传说仍然是传说 真相呢 也没有公之于众 不过 不过无论是否相信当地的军民 都可以在这一天打扮成外星人 狂欢一番 没准这个节日也是为了吸引 真的在当地的外星人 也许他看到了同类 会不会也躲在这个人群当中 没准其实你遇到的不是隔壁老王 就是真正的外星人呢 排在第四的是 同样是美国的一个超奇葩的节日 是叫脱裤子搭地铁日 地铁偶遇乘客像这样 不要慌 每年1月的寒冷冬天里 有一群crazy不怕冷的New Yorker 他们在地铁当中 瞬间脱下裤子 露出精心选购的底裤 大大方方的搭地铁 是不是感觉很酷啊 突然觉得 这场活动呢 是2002年 由喜剧表演团体发起 那么当初呢 这个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解脱裤子的束缚 用一天的时间 在地铁里解放自己 说来也是神奇 活动开始的时候呢 这些参与活动的人 是若无其事的走进地铁月台 搭上地铁 但是一旦车门关上 他们就像是一个暗示性的指令 参与者就会瞬间脱下身上的裤子 露出惊艳的底裤 周围的人都瞪大了眼睛 目瞪口呆 完全表示不理解 但是呢 现在脱裤子搭地铁日彻底火了 不止在美国发生 这个活动更加蔓延至全球的25国和60个城市 谁会想到当年仅仅只有7个人参与的一个小组织举办的脱裤子搭地铁的一个行为艺术 现在已经是一个外人响应的全球性活动了 排在第三的是来自爱尔兰的你绝对想不到的绿帽子节 爱是一道光绿到你发黄 随着网络不断对绿色的隐含属性的造梗 现在绿帽子啊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闻风丧胆的一个词汇 那么然而呢 人家在爱尔兰确实有着非常特殊的绿帽子节 大家都很喜爱绿帽子 在这一天呢 爱尔兰人会进行游行 教堂礼拜和聚餐等等活动 他们的身上会佩戴一个这个装饰 而且呢 用爱尔兰的国旗颜色黄色 还有这个黄绿两色来装饰房间 身穿绿色的衣服 头戴各式各样的绿帽子 最疯狂的就是将流进市中心的河水 用可食用色素也要染成绿色 不知道是图了个啥呢 不过这样的狂欢 看起来确实是别具一格 排在第二名的呢 是最近新兴的一个刚刚兴起的 哥伦比亚国际羽衣节 哥伦比亚人在国际羽衣节这一天 通常会穿着当地的羊毛羽衣 羊毛怎么能当羽衣呢 但是人家就是这样穿了 然后呢 他们会在街道上进行盛大的游行和展览 那么当这一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长长的街道上 全是这些工匠们 穿着自制的羊毛羽衣 可能再给自家的羽衣打广告吧 接下来呢 来到了最刺激的 在这里呢 我们先做一个开播提醒 就是密集恐惧症患者 现在可以关掉这个视频了 日本的惠阳裸记 保证这是你从小到大 看到的裸男最多的一次 日本各地呢 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祭典 就好比这个位于岗山县的裸男节 全名是惠阳裸记 它源自于奈良时代的一个传统习俗 至今其实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祭典分为两大部分 前半部分主要由大会选出神男 接受裸男们的触摸 以达到去除厄运的效果 整个场面 其实大概就是一群男人争相拥挤 不断往神男的方向前进 只为触碰到他的一寸肌肤 长长的第一部分结束之后 神男都是筋疲力尽 需要人蝉附下场了 好了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十大奇葩的节日 不知道大家看得过不过瘾 哪个节日是你想参加的呢 其实很多节日都在美国本土就有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甚至呢 我们可以去这个所谓的 我自己最想去的就是UFO节 这个外星人节 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混迹在其中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非常排行榜 我是露露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